佛教的清华是无分别的慈悲心 并以此为基础 不伤害他人 同时利益一切友情 不仅仅是对友人的慈悲心 还有敌人 对朋友、敌人、陌生人 皆怀着无分别的慈悲心 这是整个佛教的内涵 佛法有很多种法门 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慈悲心的修持 少了慈悲心 没有任何法门能引导至成佛 甚至会成为轮回的因 或堕入恶趣的因 慈悲 善心的修持极为重要 我们真切地需要慈悲 慈悲是一切安乐之源 无论一个法门 被认为是多么的深奥 高深 如果不以善心 利益他人的法心来羞耻 不仅没有利益 反而会造成伤害 这并不是法门的果实 而是修行人 而是修行人没有适当的发心 用错误的态度去修持 即使你的生活 完全被工作和家庭责任所占据 如果 你将最精华的修持 慈悲心 绕溢他人之思 带进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当中 他就成为最好的佛法修持 成为你自己 以及更重要的一切无量友情 安乐和成功之印 在日常生活中 升起悲心 还有更利极的利益 如果你有慈悲心 困难就比较少 有了慈悲心 你所经历到的困难 就是为了其他友情的缘故 而经历的 因而变成成佛之道 以这种方式 你就能转化困难为安乐 慈悲心 也帮你为死亡做准备 最好的死法 就是怀着菩提心 感受对其他友情的大悲心 怀着慈悲心 而死 就不会有恐惧或忧虑 你正为他人经历死亡 死亡变成只是换个身体 就像为了新衣 换掉旧衣一样 怀着慈悲心而活 能彻底改变你的生命 他将返庸的生活 转变为超凡 他提升了你所做的一切 你的整个生命 你的整个生命 变得彻底不一样 极富意义 你的心是满意的 你的心和你的生活 皆不空虚 慈悲心 不仅是我自己的安乐之源 也是一切友情的安乐之源 他是一切安乐之源 包括成佛 为了供养这一切安乐 给其他友情 我自己必须生起慈悲心 这货车上就只有我 在电波的路上行驶着 下车时才发现 这里的房子宽大干净 比起之前的破烂房子 舒适多了 这里的食物营养好吃 比起之前的穷酸厨鱼 好吃多了 这里的同伴活泼可爱 比起之前的孤独一人 有趣多了 这里大师傅笑脸迎人 比起那离别时的泪水 更让人难忘 庆幸的是 我逃离了被斩杀的命运 要不是我食量的 您或许会比较温饱 在这里 我也度过了安逸的十个年头 您还时不时长途跋涉 带着年满的我 一起散步聊天 谢谢您让我度过 这幸福的童年 也希望您能幸福安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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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附近,做出 rôle,後面做出松明煮, 切?, 中火,金目, 比较薄, 中火乳, 吉他, 中火乳,食材, 火乳, 最围的 importantly,那些鱷汁 蓆及鱷汁 盐大蒜 甘酸 小鱷汁 鱷汁 倒入茶 雞腊睡一層 雞腊 桃子 為什麼要做這個刺到過呢 就是小時候 這是我媽媽最老做的 如果做這個時候 進場就比較快了 孩子就要去餐 去我們在外掛好 發出來炒 我們回來 對著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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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準備要來做 現在你如果準備煮米 揚得好 帶著水滴乾 大家就 你一圓我一圓 就開始做 大家很興奮 做的感覺大家都這樣做很好 你一圓我一圓 大家就開始玩 很興奮 也很好做 很好吃 也很方便 大家做販賣